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來到8月5日104財經科專題的時間 先和大家來看看今天的大事表現 見到市場的官網氣氛比較濃厚 大家在等美國非農數據表現 成交數量再縮了 但廣估整體是可以集幅向上的 大事今天高開109點已經是傳入最高位 在十天線之前都一直果足不前 最終要曾經倒跌過77點 不過尾段稍微回升 收報在20201點升到27點升百分之0.1 另外國市方面收報6902點升到22點升百分之0.3 福治收報在4415點升到34點升百分之0.8 大事成交金額方面 剛才說到又再縮量 只有850億元 接著進入到我們這個專題研習的環節 會跟大家總結這個禮拜一些焦點版塊的表現 我們今天請到朱家銘來和我們一起做一下分析 進入到我們專題研習的環節 今天很開心有朱家銘在這裡 跟我們講一下這個禮拜有什麼焦點的版塊 所以我們今週的版塊就是今天的專題題目 其實如果進入到這個版塊之前 都想留意一下星期五這一天 大家的焦點可能都會看看阿里的業績的狀況 其實這個禮拜陸續都有不同的股份出業績的 比較大的幾隻好像都OK的表現 其實整體出了業績的股份走勢都叫做不錯的 包括阿里其實都是 是啊 你見到匯豐出了業績之後 那就是說你說那個表現 或者我們叫的盈利上面來的 那其實都是不過不失的 說真的 因為現在的經濟環境大家應該知道 那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合不合扶市場與期 還有還有一樣東西的就是 就是你派息啊各樣東西 有合不合扶市場與期 因為事實一樣東西就是 就是投資者有時候都會關注一下 未必那個股價有錢賺而已 但是都希望有些回報 叫做 那阿里來計呢 合乎市場預期的 那所以呢 那個股價呢 其實就是我們叫做星期四升一升 那星期五呢 就 約了一點點 但是就 市場其實都 消化了這個消息的了 嗯 我相信大家的時間呢 可能看一下 Soft Brand那邊 就是沽貨上面 那怎麼做呢 那他又在美國那邊 有一些回購回公司的股份 那所以暫時我相信來計呢 小白 就是市場上面來計呢 都收貨 還有要看一下 究竟雙方 就是比如一些就是buyback 一個就 孤膽一點 那看看那個力量是怎樣 嗯 另外呢 如果說一下板塊的話呢 其實這個星期呢 表現最好的男手是吉利 表現最差的男手是碧桂園 整個星期來看 其實都幾反映到 就是板塊那個動向的 就是汽車股份相對來說 表現比較好些 汽車股份呢 就上一次 我記得六月左右的時候 衝了一陣上去 都升了很多 你吉利呢 如果你計呢 就是三四月的低位 和近期的低位 差不多一倍 嗯 跟著就有一個急速的回套 近期來計 又開始夾一陣上去 嗯 我相信來計呢 就是之前的急速回套 可以說叫做消化了 但是你看到 內地其實都仍然是維持著 用一個我們叫做消費上面的 帶動經濟 嗯 所以相信來計呢 就打後時間呢 都是這個了 但是 汽車好而已 但是你相對剛才所說的就是 就是 內房就很差 對 因為內房始終沒有好消息 再加上就是 內地爛尾樓呢 就好像 沒有一個完全那麼 規模性那麼好的 一些叫做 國家政策 選擇方法是沒見到 是的 比如說之前有幾千億的 一些 什麼基金啊 那些這樣 那現在好像又沒有什麼下文 嗯 但是當然 不排除就是 現在其實 都在努力著 叫做 但是你沒有消息 投資者就 當然是 沒有那麼關注你的板塊的了 因為還要看一下你究竟 就是不只是某一間 就是看一下你那個板塊上面來計 還有什麼新的消息 那麼 那麼 錄了陸續其實都很多 到期又還不到錢 或者叫做 叫做違約 那 所以就整個板塊都是弱一些 所以我覺得好像他就算有出什麼政策 或者要幫 都不是一時半刻可以解決的事情 就是大家 是啊 所以其實內地現在都用了很多方式去刺激一下樓市那個交頭 嗯 但是暫時 我想不是那麼容易 如果說 你一個 就是信心失去了 你不是說真的叫我買一棵菜 啊 這間 這間買得不漂亮的 我去旁邊那間買 你知道嗎 因為 你買樓可能是工 就是 十幾二十年或者幾十年 嗯 那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有時候你買的 未必是一個現樓 你買了樓花 它到時候爛尾 那你 就是真的 沒有的 應該真的很害怕的 是啊 所以我想很乖望性 那投資市場 通常來說都會 就是 過分地去反應這些因素 是不是 就是一個極端的 有時候過分看好 有時候過分悲觀 所以暫時不樂觀 這個就是 那我記得之前朱家明也有說過 就是內房就不只是內房的事 對其他的一些行業 板塊的影響都很大 尤其可能是一些金融類的公司 對 那那些呢 就是可能會被牽連的行業 現在的情況 其實都是差的 你看到 但是他們相對就好過內房少少 因為你間接了 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 大家現在計算一下 其實 你說中國大陸現在有成三百個樓款 就是截了差不多的數字 哇 不是很 就是有機會爛尾 但是問題就是 其實你內銀 是不是就是承擔了之後 會有一個很大的壞象呢 嗯 其實未必的 因為事實一樣就是 他們佔的貸款比率 就是只是內房 甚至你說 爛尾那一塊 是不是真的這麼高呢 那個百分比 嗯 嗯 未必啦 好 那謝謝朱家明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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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